中国女排公布了十联赛中国香港战的14人大名单 香港战的详细赛程也就此出炉 那么中国女排能取得八连胜吗 大家好,我是洪坤 6月13号到18号 十联赛将展开女排第二战的争夺 中国女排阔别四年后 重新回到香港主场 迎接加拿大、保加利亚、波兰和意大利队的挑战 对于此前四联赛的中国女排来说 这战目标就是多赢球争取取得八连胜 由于朱婷、姚迪等球员处在休整期 所以中国女排的14人大名单并没有太多变化 与失联赛首战、日本名古战保持一致 主攻依旧是李英和王玉路领衔 复工袁新月、王媛媛、杨涵玉、高益 接应依然是龚翔宇和郑一新 二传凋零宇和徐晓婷 自由人依然是王孟杰和尼非凡 对手方面 意大利这周依然是没有派出最强之中 埃格努、皮特里尼高挂美战牌 对于首战一胜三负的未冕冠军来说 前景依然不被看好 而中国女排这周的最大对手 将会是同为四战全胜 且力压中国女排排名第一的波兰队 而这场比赛或许也将成为 中国女排能否取得八连胜的关键 不过从目前的硬实力来看 中国女排很有机会去冲击八连胜 而具体的详细赛程 我也列在这了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